在20万元级别的SUV市场当中MotoWire绝对的话语权 今年的5月份他们在国内卖出了39000多辆 顺理成章的拿下了当月的销量冠军 而即便如此国内的友商还是乐意不绝的投放新的产品 就拿我身旁的这台全新刚上市的海狮07EV来说呢 它的定位就跟自家的王朝系列松腰 还有高端品牌腾式N7非常接近 海狮07EV一共推出了四个版本 前两者分别是189800的550公里标准版跟610公里的长续航版 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续航旅程 以及这个基础的入门配置上面 那巨大最关心的座舱跟它的辅度驾驶方面的两台车都有满意的答案 搭载了D0100的座舱平台以及低派人骨的辅助驾驶 所以如果你对于辅助驾驶要求并步高阶的话呢 前两者完全是可以纳入代购选项当中的 那假如你对快充有的职念呢 就要选择搭载了800伏高压平台的版本 目前这个版本它们只搭载在610公里长续航版法上的版本 又代表了入门版的550公里标准版它是没有这个800伏的 不过老实话说似乎你冲再快 好似都会让人家慢冲的冲冶 只有新闻都来了 剩下两个版本分别是610公里的制航版 跟550公里的四驱制航版 两者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进阶的选项 因为它的价格会直接上升到219,800到239,800之间 两者的差异呢集中在它的驱航里程驱动形式 以及顶配四驱版独有的四驱系统 再加上它的云脸C黑科技 那云脸C的黑科技呢 其实不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悬架 它是一个黑科技 因为它可以通过你车体周边的这些感知的硬件呢 去调节我们悬架的软硬程度 所以它跟普通的空气悬架呢 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相较于前两个入门的版本 那些两个进阶的版本 它们用得更加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 可以在高速上面进行自动的出入闸道 以及高速上面的自动巡航等等 以及后排的座椅通风灯加热 前方的HUD以及220V的电源 等等的一些舒适性的配备 那相信它们自家的同门兄弟 这个比亚迪的松腰肯定是哑巴切实的 假如价格相接近的情况之下呢 我选择买了这台海誓07EV的610公里长驱航版 而你选择买了松腰的550公里的昨夜版 你觉得谁的CP值 谁的性价比拉的更满呢 在我看来两者的外观尺寸还有风格造型 都是相接近的情况之下呢 这台海誓07EV拥有了海洋网目前最新的外观设计 非常之年轻 而隔壁的松腰呢 也有着无边框的车门 以及这个可以升降的尾翼等等 外观造型呢 皆仍见智 最主要区别其实集中在它的三电系统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了 海誓07EV它是新的平台 拥有更高的电控能力 以及更加高转速的电机 所以在动力上面你可以看到海誓07EV它是更加具有优势的 不仅如此哈 它的电池容量更大 所以呢 续航里程也更长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更加推荐大家去试驾去买这一台海誓07EV了 不过呢 如果你是被送药那个外观造型所吸引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赌到下半年 去等它们这一个更加高阶的智能辅度驾驶推出之后呢 再去买这一台 送药也不迟 最后最后 要不要多花点钱上这个腾式N7呢 我们选取了这个海誓07EV的四驱自航版呢 跟腾式N7的四驱自驾MIX版呢 作为对比看看多骰五陪爷 又能够获得什么样新的体验吗 虽然续航里程来看了腾式N7 它的电池容量更大 自然它的续航里程也更长 有630公里 而这一台海誓07EV呢 虽然电池容量略小 但也不赖 有550公里 所以两者呢 都达到了目前的主流水准 底盘方面有差异了 腾式N7 豪华品牌嘛 自然要用云脸A 再加CDC再加空拳 而这一台海誓07EV呢 这是云脸C再加CDC 所以理论上 腾式N7它的行驶质感会更优秀 有一点在腾式N7看来呢 是它的优势 你可以多加个1万5 去选装个ORANX的英伟达芯片 就逼拍人的300 普通驾驶就未来也可以去激活它的城市 NOA等等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了 作为一个豪华品牌嘛 它的座椅按摩座椅 也有低瓦率的影响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在遇上充足的情况下面 去加点钱 上腾式N7呢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呢 不管你是买这台海誓07EV 或是买送L 还是加点钱上腾式N7呢 我觉得送丽的旗号 其实都是属于比亚迪这个品牌的 那最后你觉得 这台海誓07EV 它能够撼动到在国内 Model Y它的地位吗 你们去放松告诉我吧 我是马达 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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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